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4月26日,星期日 关注金正恩的消息呢,现在是消息满天飞啊 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今天26日 有一个朝鲜的劳动新闻 说朝鲜劳动新闻报道 说26日的时候呢,金正恩对参与 三十渊市建设的劳动者表示感谢 那既然是他表示感谢 就说明他还活着 就说明他还能够表达 他有意识能表达 说明他那是没问题的 对吧,说明这个 但是,请注意啊 这个媒体这个劳动新闻呢 并没有发出任何金正恩的照片 没有照片 有图有真相,没有图没真相 所以呢,其实尽管这是朝鲜的劳动新闻放出来的 但是,不一定是事实 那么在这个之前 现在呢,每一天关于金正恩的这个消息呢 有特别特别的多 几乎呢,所有各个国家的 比较呢,有点来头的媒体呢 都想探究一下金正恩的消息 我就给大家呢,报告一下 就是比较综合性的 所有的,有点来头的媒体的报道 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4月23号 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啊 4月23号 根据美国所拍摄的这个卫星图像显示 说金正恩的这个专列呀 被发现出现在原山岗 那是一个出了名的海边度假的圣地 他这个专列呢 起码在23号的时候呢 他是在原山岗的 根据位于华盛顿的监察朝鲜状况的 北纬38度网站 报道说 这一个专列呢 他从4月21日到23日都停靠在原山的一个火车站 准备为金正恩和他的家庭服务 就是跟那待命 这是他的专列 请注意 这是他的专列啊 为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服务的 这个北纬38度呢 还写到 专列的出现呢 并不能证明金正恩肯定去了原山 因为也有可能他们的家人去了 或者呢 透视出他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 应该火车在那里 对吧 你不能够肯定金正恩就在原山 也不能够判断他的健康状况是如何的 但是 却为金正恩住在这座海滨度假圣地的传闻增加的分量 那是肯定的 增加他的可能性 那么韩国的中央日报 稍早的一些时候呢 引述了日本东京新闻的报道 日本高官和多名消息人士表示 金正恩担心感染新冠病毒 上周的时候呢 已经从平壤乘坐私人专列 转往海边度假圣地 原山市走壁 住原山的特格别墅 据信是自我隔离 避开瘟疫 这个和那个卫星图片呢 是吻合的 和北纬38度的那个报道呢 是吻合的 另外 昨天的时候 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 路透社呢 曾经在21号的时候 向中国的外联办求证 说金正恩是不是现在已经脑死亡了 中国的外联办说 金正恩呢 确实是做了手术 但是安然无恙 那昨天的时候呢 路透社说呢 中共中央中联部的一个高官 向这个路透社透露 说他率领的中国一个高级专家医疗组 于星期四复平壤 星期四的时候 也就是23号 复平了 这个消息给人感觉金正恩的状况不好 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 但是这个消息呢 和前面刚才所说的那消息呢 有一点冲突 因为呢 说那个他的专利 4月21号到23号 在原山 可是这个消息说呢 中国的高级专家医疗小组 24号也就是23日的时候呢 是在平壤 那这个就是冲突的 对吧 这个是冲突的 而且呢 这个日期和之前所说的说 他12日做手术那个相冲突 说他12日的时候 之前有这个日本的这个现代中刊 他的一个主编 报道说 在12日的时候呢 金正恩去农村去考察 突然就捂着胸口 难受倒地 然后呢 他们朝鲜方面就通知了中国 中国就派了一个50人的专家组 去朝鲜 然后去了以后呢 因为朝鲜方面说 不能等着 不能请等着 然后呢 就由他们的专家 已经对金正恩实施了一个 心脏的支架手术 因为当时的那位做手术的医务人员呢 那个专家呢 他虽然是在中国做过培训的 但是 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像金正恩 这么肥胖的病人 所以他哆哆哆哆的 说是一分钟的手术呢 做成了几分钟 五分钟还是八分钟 反正哆哆哆哆呢 使得这个手术失败 使得这个手术呢 中国的专家去了以后呢 回天发术 这个金正恩确实成了植物人 就这个今天路透社的这个消息呢 就和日本的那现代周刊的那个消息呢 是不吻合的 有矛盾的 但是呢 现代周刊的那个和说12号 一直都说他12号犯病的那个事呢 是吻合的 那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呢 说星期四的时候 中国医疗专家组23号去朝鲜 去平壤 这个呢 和现代周刊不吻合 日期不吻合 和北纬38度网站的那个呢 日期地点不吻合 但是呢 我是偏向于乡亲路透社的 日本的那现代周刊 我昨天就跟大家说了 那是一个八卦杂志 它的可信度呢 是有限的 而且我跟大家分析了 它的那个报道里面 有多少可疑的地方 好 现在呢 我们继续看啊 这里也提到了说 日本的现代周刊 惊爆金正恩疑似 已成绩之物人 韩国的朝鲜日报 也曾经引述报道称 金正恩脑出血 陷入昏迷时天 医生判断无法恢复 朝鲜亲中领导层 已将消息传达给中方 这个呢 我还头一回听说 说陷入昏迷 尽管这个消息令人怀疑 但中国专家组去平壤 很不寻常 有的报道说 中国专家组 是提供治疗意见的 其实有分析指出 应该说救人 似乎更合适 不到万一 朝鲜也不会轻易 向中国开口的 现在呢 就是有好多的媒体 都在报道说 确确实实 中国的专家组 去了朝鲜 另外路透社呢 在昨天的时候 还引述 韩国的消息人士说 他们的情报呢 是金正恩还活着 韩国的情报说 金正恩还活着 可能很快呢 就会露面 但是呢 如何露面 什么形式露面 这个呢 就没有说 另外呢 韩国的东亚日报 4月25号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 报道说 经过美国确认 朝鲜东部的 咸镜南道宣德附近 出现了准备发射 中短距离导弹的 一个症状 当地呢 正在部署 迎接朝鲜领导层 视察导弹发射的 准备工作 美国当局分析说呢 他这个导弹发射呢 很有可能会在48小时之内 发射导弹 另外呢 据韩国的MBC电视台 24日报道说 说金正恩呢 23号 他是在这个原山 24号 他已经离开原山 前往咸镜 咸镜就是发射导弹的 那个地方 现在呢 他去咸镜呢 是与这个发射导弹 有关的 今天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25号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 有报道说 金正恩 他原本停在原山的 那个专列 已经离开了原山 前往咸镜 将要去视察 这个他们的导弹发射 去了导弹发射场 这是一个这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有好几个媒体的报道呢 互相之间 有衔接 有印证 这个呢 有可能还比较靠谱 另外呢 今天朝鲜的劳动新闻 所说的说 这个金正恩 对他们参与这个 三池渊市的建设劳动者 致谢的这个呢 也很有可能 是真的 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呢 有韩文的 一段这个韩文 但是我不认识韩文 我看到的报道呢 是一段韩文的截图 然后翻译的 他对三池渊市的劳动者 表示感事业 但是呢 并没有金正恩的照片 这个金正恩 他们这个家族啊 从他爷爷 到他爸爸 再到他 他们这个家族呢 挺喜欢玩失踪的 一段时间呢 他就会玩一下失踪 让你们外界呢 进行猜测 金正恩曾经也玩过这个 在2014年的时候呢 他曾经有40天的时间 他就不露面 外界呢 就有很多的揣测 无非就是传说 一个是他身体出现的问题 虽然说他很年轻 对吧 按说身体不应该出现问题 但是 他这人呢 有不好的生活习惯 喜欢抽烟 然后呢 又非常的肥胖 在家呢 你作为一个朝鲜领导人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很难很难 压力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呢 非常的劳心劳力 使得他的健康状况呢 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大家呢 2014年的时候 他失踪了40天 然后就猜测 他的健康出现问题 另外呢 像朝鲜这种 他们这种体制 权力斗争呢 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所以呢 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呢 猜测出现了正变 也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 一种揣测 对吧 那是一种揣测 40天之内呢 就是各种的猜测 满天飞 谣言满天飞 但是他根本就不理 就让你们去猜测 结果40天之后呢 他主意拐棍就出现了 一拳一拐的 结果就说 他脚上做一个手术 按说你脚上做一个手术 完全不影响你 去出现在某一些场合 或者你讲话什么的 完全不影响 但是呢 他能够40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 让你去猜测去 就说明呢 他就是有意的 有意的想让你们去猜测去 成为一个世界舆论的 一个中心 可能感觉也还是不错的吧 对不对 这一次呢 他有可能是确确实实 没有什么大事 他就是呢 比较享受 成为这种 世界的娱乐中心的 这种感觉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